柴欣 爹 贵族 别过来 爹 您和娘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你们两个是如何相识的 女罗草依附而生 娘如此喜欢女罗草 是愿意相信爹 依附爹一生一世吧 女罗草啊 还有一个名字 叫王女 王女 您说娘是王者之女 你就全当是你娘对你的期待吧 她希望你虽为女子之身却成王者风范 你娘在马府身居简出 从未与人纷争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子 她出身高贵 冥门之后 楚奎知道狼仔本性善良 担心她无法完成刺杀任务 便故意对她隐瞒了灭门马府的命令 直接指使叶莎进行刺杀 动手 什么人 什么人 爹 占星 在屋里待着 爹先出去看看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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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我出去啊 占星 千万别出来 外面有危险 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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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爹 噢 好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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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柴欣 爹 贵族 别过来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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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们到底是谁 爹 左眼城中府惨遭灭门了 快看 马家军的将领回来了 残局大人 城主呢 城 城主事事就在后头 北池这就去准备关门 等我去看 是 是 城主一家可还是活口 少主与夫人的尸体 建议确认 唯独 唯独郡主房里交失数据 南边珍宝 马甲全数罹难 郡主恐怕也在其中了 到底何人所为 手段如此残忍 大人 就是这儿了 城主 看来晚了一步 城主在天之灵 保佑我卯一汉为你报此血肘 走 走 此事乃靖国所为 禁宝 来人 在 我留于此地 安置马家上下 你及格启程 开马家鞭 将此事禀报朝廷和马家军 是